很多土耳其的美食 一二三四四大盘 这对于他们而言 已经是非常丰盛了 很丰盛 那他们很注重这种 所谓酥菜料理 做得都很漂亮 后面还有好几盘 放在那个 脚上还没有出来 然后在等待 某些东西是必须一酿 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应该开口 应该睡 终于日色乎 出来 可是并没有预期 预期 走到这边吃东西 妈妈就觉得 很怪异 就起身 她就跑到外面去 跑到外面干嘛 抄烟 是一个夜吧 但是坐在外面 有一些路灯 或者其他灯光里面 有点无光 妈妈也从开门以后 从家里面望着 她就觉得很奇怪 孩子回来以后 就一直闷闷不热 果然是站在路灯下面 然后他们家的围墙 是用木头里面绑起 所以很粗糙 但是很古葡 慢慢让你走到 儿子的旁边 慢慢走 靠近你儿子 然后又一直看着 谁该先讲话呢 我妈妈 本来是相对 走到她旁边 很显然她们声音里面 是很小 会从表情之间 也可以理解到 对方在说些什么 慢慢伸手 轻轻扶着她的肩膀 似乎就让她安慰 那原本应该准备要说的话 因为儿子的沮丧 当然就说不出口 所以耶稣里面有些事情 现在目前来的 妈妈的事情 她们是并不清楚 今天 她又继续要去卖牛奶 装成一罐一罐 生意会不会有变化呢 因为他们牛奶要注重很心切 所以你最好是每天都送 这个家 虽然是只有一层楼 但是会插上白色的墙壁 看起来还蛮温馨的 妈妈今天照着那一头 很多的事情里面 就不能够让她都很不利 拿出一根烟 变难 心事重重 我儿子的事情 或者是说他自己的事情 这都必须要去衡量 这又来到上一次 按了门里 哪位 送牛奶的 给你送牛奶 你好几天没有人送牛奶 你说过每天都会送的 有啊我妈妈没有送牛奶来啊 根本没有人送啊 虽然他们信任你 我们不要你的牛奶 你不要再来 妈妈没送了 第二步呢 哪位 送牛奶 请开门 我不要牛奶 好像大家和我一起来讲好了 不要牛奶 妈妈那时候 有一种原因 让她没有来送牛奶 蛮沮丧 不容易有了 一些市场 现在这个市场都不见了 要知道要把牛奶里面带回家 人车去 人车 开在这个马路上 这个都不是国幼路 都不是国幼路 就是小石子路啊 都土 这时候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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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她就看见了什么 看见妈妈从里面出来 然后上了一辆车子 那两辆车子 开始 honoring 应该是在远远的地方 你们一眼�서 我们可以听一下 哦 现在 町主马利 肯定要等于 turned студ 对 妈妈 Exercise上了 什么kaede 然后 大家要用家的布置 然后那辆车子里面朝这个市镇里面走去 这个市镇里面有几栋房子还蛮高的 所以会从后面追 这是在过去里面他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种情境 就是母子